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9月14号星期二 恒大在港交所发布了公告 那这个怎么会就是上市公司吧 对于这就是说你上市的这个地方 你有一个责任和义务 到了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必须要这个发布公告 以恒大目前来讲 这个公告我读完了之后 感觉不像是公告 有点像是这个叫什么普告 是吧 就是人死了发的那是普 你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念啊 我老婆经常有不认识的 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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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死了发的 我也带偏了都怪我 我老婆认识啊 怪我给带偏了 不告你确认啊 好 就有点像这个人死 让我发这个不告一样啊 这个就不像公告了 基本上呢 我觉得就是说承认的已经无路可走了 可能随时呢 可能要宣布呢 破产重组啊 债务重组 我们看看公告的这个原文 当然公告肯定不会像我说的这么简洁易懂 他公告会说的比较这个 呃绕口 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告的全文是什么 公告全文说 说本集团就恒大集团啊 预计 9月份的物业的这个合约销售呢 持续大幅下降 就什么意思 就是房子卖不出去了啊 呃 如营运 如营运的数据公告中呢 所披露 本集团呢 呃于2021年就今年的6月7月8月的物业的呃 物业合约销售金额分别为人民币700多亿400多亿300多亿 呈下降趋势 你怎么你查完了 对不对 是复告 是复告是吧 那那我第一个说说对了 我没说错啊 就是复告啊 我老婆快哭出来了 那我们那我那那我没说错啊 就是复告啊 好不然怎么知道咱们接着讲 这都不这不重要啊 一个字两个字认识不认识的 中国字多了啊 不认识的多了 你这个东西一定要以这个定这个智力水平的话呢 其实这跟智商真的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 呃接着往下说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什么叫聪明知道吗 就是说胎里带就一出生 所有都都认识 这叫牛逼 嗯你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要是出生时不会 后面你学的就不叫牛逼 嗯对不对 你给我讲一遍 我也还是记不住啊 这个还是复告啊 复告啊 好你不知道啊 就说呢恒大啊 6月份7月份8月份卖房子的销售额呢 从700多亿到400多亿到300多亿一直在下降 那自己呢也承认 他说呢9月通常是呢 中国房地产行业呢 这个销售的这个高峰 按理售卖都比较多啊 然而呢 由于目前呢 对本集团的持续的负面的新闻报道 严重影响了潜在购房者的信心 就是很多人不敢买了 就是说我我也是说 如果你是这个新房 马上就是说我现在买了 你就能能能给我就是现房的话 我敢我敢要7房的话 没人敢要 那如果小区还没还没弄完 大家都不敢买了 而且呢这个恒大呢还出现过什么 就是说明明当年买的时候呢 说下面送这个停车位的 后来把停车位卖了 卖给了其他的这个物业公司 然后那物业公司呢 找车主了 要么你就要每年要交这个高额的这个停车费 要么你要买呢 就多少万呢 你我卖给你 那后来就是呃 因为这个呢 还这个打起来了 跟警察都动了手了 对吧 所以导致很多人呢 关于恒大的物业现在不敢买了 觉得恒大现在拿这个已经要钱不要命了 什么坏事都敢干 对吧 根本就不敢买恒大的房子 所以呢 他说本公司呢 现在预期9月份的销售呢 会持续的大幅下降 就可能连300多亿都没有了啊 那么导致本集团的销售的这个回款呢 持续的恶化 进一步对集团的现金流及流动性造成巨大压力 也就是说恒大现在承认了房子外扑出去啊 就是说没有办法 虽然说呃 找了什么八个地地区经理出来之后呢 保证说一定会交房 但是呢 已经没有人信了 说什么都没人信了啊 那么目前呢 为缓解流动性问题采取的其他措施 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就是说 我们主主主业还是卖房子 现在房子卖不出去 然后呢 我其他的东西呢 也都不行 就是你看都都都都承认 说都大实话啊 呃 举几个例子 他上面举例的 如中期业绩公告披露 为缓解本集团的流动性问题 就是缺钱的问题 本集团呢 正积极接触呢 潜在的投资者 就是买家啊 商场呢 出售本集团的这种权益 以及其他资产 上售的措施呢 自2021年8月31日 就是说 这到现在半个月了啊 31号以来 最新情况呢 如下 首先 出售本集团的这个权益 尚未取得呢 进展 本集团正积极接触呢 多家 潜在的投资者 商讨出售呢 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及恒大物业集团的 有限公司的股份 同时呢 也考虑为本公司 及其他附属公司呢 引入新的投资者 就是什么都可以卖啊 没有没有限制 然而呢 截至本公告之日 本集团尚未 与任何的 就是说买家签订任何 有法律效益的协议 就没有任何的实时进展 是否能实现上述 出售目标呢 尚有不确定性 就是说我现在确定不了 估计看这意思的是 卖不了 没人愿意接啊 呃 要不就是价钱不合适 卖太低的 跟没卖一样的 还不如不卖了 对不对 那么出售本公司 位于香港的办公大楼呢 也没有按照预期时间的完成 这个我说了 这里面学习国瓜的啊 你们自己可以去去去查一查 这卖不了 不让卖啊 本公司呢正积极接触呢 潜在买家商讨呢 出售本公司 位于香港的办公大楼 中国核大中心 截至本公告之日 本集团尚未与投资者 或者买家签订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 所以呢也不能够保证呢 能够出售成功啊 那么倘若上述的出售得到了落实 有任何的消息的话呢 本公司将遵守上市的 上市公司的这种规则和规定啊 有关要求及时的予以披露 那现在呢卖不了也告诉你们 那能卖的话呢 也会迅速跟你们说 那现在呢就是卖不了啊 另外呢本集团两家子公司 未能按期履行了担保责任 及有关流动性问题的更新 请留意呢中期业绩公告 管理层分析及讨论借款 一节下有关本集团的截止至 2021年6月30日借款情况的披露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恒大财富那个不能兑付了 这个呢他也要就承认 因为上市公司做的公告吧承认啊 截止呢本公告之日 本集团的两家子公司呢 都没有能够呢 按期履行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 提供的担保义务 就是说兑付不了 相关金额呢约为人民币呢9.34亿元啊 但是好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呃后面连续几个月还要有到年底之前还要有 其实不止这点钱 后面还有啊 但是现在就有点多亿的拿不出来啊 公司正在积极与发行人和投资人的进行协商 以其达成的一致同意的还款安排 正在谈就是说呢 呃还不了能不能接受其他的方式 考虑到上述呢改善流动性的困难挑战 即不确定性本集团无法保证继续履行有关融资 及其他合同下的财务 就是说可能我就是还不上墙了 就没办法现在啊 如果公司未能履行担保或其他到期债务的义务 且无法以投资人或债钱人达成延期还款或其他替代方案 可能导致现有融资安排下的交叉违 就是说可能就越来越多导致呢就各种都出现问题 并可能导致相关债钱人的要求债务呢加速到期 也就是说有人可能就不干了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将对本集团的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及应运的这种结果呢 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就是说可能叫这个就是无力运营了 就是说就不行了 就是说债酒上门了 说是这边已经有一帮人跑到堵在恒大大厦门口那儿 就是说去讨薪要款 还有其他城市呢要恒大的这个还钱 反正就是都出现了好几个城市都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呢 目前来讲呢 要加强缓解流动性问题的措施 就是说怎么能够弄点现金呢 本集团呢将继续推进中期业绩公告披露的措施 缓解流动性问题 但是呢本公司呢将密切关注呢 上市的措施的发展 事实向市场公布呢有关重大进展 但是前面都说了 所谓中期业绩公报披露的这些措施呢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有任何一丁丁点的眉目都没有啊 那么至此呢基本上呢恒大就算是承认了 以无路可走 目前就是这样子啊 那么后面怎么办 就是说呃如果要破产重组或者债务重组的话 那怎么办呢 现在呢聘任的财务顾问啊 说董事会宣布以聘任华丽安诺基有限公司 及中港资本有限公司呢为本集团的联席财务顾问 呃联席财务顾问呢会与公司共同评估公司目前的资本架构 研究流动性的情况 探索所有可行性的方案 以缓解目前的流动性问题 争取尽快达成对所有利益相关方最优的解决方案 但是实际上呢这就是要 我个人认为啊 这就是要进入这个破产重组的就是开始做准备了 就是说看看吧 到我什么家底 咱们如果破产重组或者说 或者破产重组可能很难听 就是说就是债务重组 对不对说的好听一点点 那么怎么弄呢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作为上市公司来讲呢 这也是他的就相关义务必须要发公告 要这个在这之前说一下 要不然最后如果突然宣布破产重组了的话呢 这个呃 这边可能会对他有一个说法 要有一个惩罚的 就是说你对 因为你你上市了嘛 对不对 你在耿招所你上市 你在耿招所就要有一个 有你的责任和义务 那这就是他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那这个公告呢 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简单一点说吧 就是承认了你无路可走 随时可能宣布呢 债务重组好不好 咱们说的好听一点 那这些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